我嫁给太子裴景的时候 我爹哭着嘱咐我 说我家就是一清流文官 皇帝选我就是忌惮太子的母家全是太盛 让我去了东宫 一定夹着尾巴做人 不然江府六条人命可就攥在人家手里了 嫁给太子的第一天 裴景问我 你爹做汉林院检讨几年了 这是要杀我爹 觉得我爹一妻品检讨碍眼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哭天抹泪 殿下 我爹一声从闻 只喜欢掌修国史 若殿下觉得无意 我给我爹写信 让我爹辞官告老还乡 裴景揉了揉额脚 你掀起来 姑就是随口问问 我不信 我爹说了掌权者从不说废话 我得偷摸给我爹写信 让她最近认真修转 别让人挑出错别字 新婚第一日是要去给帝后请安的 我爹说太子妃之位本应该是皇后的侄女的 让我见到皇后小心些 别摸着皇后的逆鳞 我当然明白 敬完茶我就跪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当安纯 皇后笑着让我起身 还让我把这当成自己家 我哪敢呢 客套完后 我晃晃悠悠跟着裴景回了东宫 裴景扯住了我 低声问我 可看见我父皇今日配的香囊了 我猛猛摇头 若我回答说看见了 是不是就要给我安个居心不轨罪名 嘎我全家 那是我母后给我父皇绣的 裴景逆了我一眼 似是等我的下去 我弱弱地问太子 那臣妾这就去母后宫里去给殿下求一个 齐嬷嬷暗地对了我一下 太子妃昨日特地选了几匹好料子 说是要亲手给太子绣个香囊 我撇着嘴转头看齐嬷嬷嬷嬷嬷嬷是太子赐给我的女官 她俩这一迎一合地是想趁机往香囊里放毒 然后嫁祸给我是吧 我伸手扯了扯裴景的袖子 柔声道 臣妾一人袖没意思 可否去殿下的书房 殿下处理公务 臣妾不会打扰的 在她眼皮子底下袖总行了吧 我可太聪明了 齐嬷嬷刚要张嘴说什么 裴景麻利地点了下头 去取东西 来我书房吧 裴景的书房 光外面把守的侍卫就八个 绣不完我都不出门 我看谁能陷害我 我在裴景的书房苦苦绣了一下午 裴景瞧了半天我的绣样 开口夸了几句 你这虎绣得不错 我犹豫片刻 弱弱开口 殿下 有没有可能 我绣得这是条龙啊 擦 嘴欠的毛病又犯了 他说是虎就是虎呗 殿下 龙虎不分家 臣妾秀的时候 就是按照虎的样子秀的龙 殿下好眼神 我一脸谄媚地瞧着裴景 您看臣妾这虎秀得怎么样 裴景皱着眉头 夸道 虎虎声威 雄壮威武 我收了针 小心翼翼地把香囊给裴景系在腰间 殿下 香囊臣妾秀完了 明日就不来这书房重地了 别耽误了殿下要事 裴景把玩着香囊 姑有件寝衣 太子妃明日无事的话 过来给姑的寝衣也秀上吧 寝衣也秀 要不我把你头骨都秀上吧 爹 东宫水太深了 要不咱家先别活了 我心里边骂边秀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周我就给裴景的寝衣秀了个满背 裴景拎着寝衣问我 太子妃这秀的是龙还是虎 殿下 您猜猜臣妾秀的是什么 学会了 机智了 你猜是啥就是啥 姑瞧着是龙 裴景试探着问我 我满眼亮晶晶瞧着裴景 殿下真是好眼力 呜呜呜 麻蛋 老娘秀的是猛虎细水啊 寝衣也秀完了 我琢磨裴景这回没法子留我在书房了吧 可裴景点名 要我去给她嬷嬷 其嬷嬷说红袖天香 定能大大促进我与裴景的感情 我叹气 齐嬷嬷哪懂啊 裴景书房那么多机密 我看到一眼 估计就离死不远了 爹 你先洗干净脖子吧 女儿随后就来 我一步一挪走到书房后 醍醐灌顶地从怀中掏出手帕系在脑后 太子妃这是做什么 请去 呵呵呵 我摸着墙往前走 没走几步被裴景牵住了手 裴景的手温暖干燥 牵着我走到桌前 太子妃的手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我能说我害怕吗 我扯扯嘴角 呵呵 那个第一次玩情趣有些紧张 黑暗中恍惚听见了裴景的低笑 她笑什么 笑什么 日日担惊受怕的后果就是发烧 烧得连床都起不来 太医说我日日忧思 抑郁火盛 我扬倒在床上 呜呜呜呜呜呜 我能不能多病一阵啊 躺在床上的日子可太省心了 没等我在床上打完滚 外面就传来了齐嬷嬷嬷给裴景请安的声音 我一咕噜滚下床行礼 裴景抱起我 起来吧 都这样了 还行什么礼 惜命呗 我浑身不自在地窝在裴景怀里 裴景命人端来一碗白粥 咬了一勺地在我嘴边 生病了得吃点清淡的 这可是姑亲自熬的 我满脑子都是 这是姑亲自下毒的 亲自下毒的 下毒的 毒的 行 我先死 我凑过去喝了一口 霍霍霍霍霍霍 裴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苦着脸 不愧是殿下亲手熬的呀 连粥都会打人 裴景朗笑出声 吹了吹少礼的粥 这回不烫了 说实话 裴景长得真的好看 笑起来就更好看 可再好看也不能当免死金牌呀 我越想越委屈 抽抽了两声 我要吃瓦罐肘子 沉寂的 我一脸疑惑 你怎么知道 裴景敲了下我的头 你现在生病吃不了 等母后春日宴结束后 姑带你出宫去吃 我一听来了精神 结果裴景手里的碗 直接猛灌了两口 一言为定 我从小 撞得跟小马鞠一样 所以 这点小病休养了两日 就好利索了 其嬷嬷说我身为儿媳 得去帮皇后操持春日宴的事宜 春日宴有内务府操持 我能帮什么呀 不过就是去刷脸 证明自己是个贤惠的儿媳妇 我乖巧地站在皇后身边 听皇后温声嘱咐 说春日宴就是让经理的少男少女们都来凑凑对 我心里警觉 战战兢兢地开口 母后是要在宴上给殿下选两位侍妾 皇后正了下 安抚般地拍拍我的手 你同景儿刚成婚 侍妾什么的 着什么急 我僵着脸陪笑两声 出来时刚舒了口气 就瞧见了今日当值的进军表哥林渝 是见到亲人的喜悦啊 我欢快地朝着表哥挥了挥手 表哥 表哥 林渝顿了脚步 朝我行了全力 太子妃近日可好 我想我爹 怕表哥担心 只红着眼眶点头 都好 皇后跟太子对我都很好 表哥拍了拍我的脑袋 在宫里不比家里随意 你得万事小心 有事记得给家里写信 当夜 我在殿内琢磨皇后今日说的那妾之事时 一身酒气的裴景 推门进殿 我忙起身准备伺候裴景洗漱更衣 裴景拦住了我的手 分不清喜怒地问我 今日见到你表哥了 我点头应了一声 表哥今日当职 在官道上与表哥寒暄了几句 裴景突然红了眼眶 低头质问 将之 我问你 你可有把我放在心上 这是唱得哪出 我慌忙点头 臣妾自然是把殿下放在心上的呀 我要那妾 那殿下可有心仪的女子 我常常舒了口气 原来是为了这事 那应该是裴景与皇后商议好了 裴景死死盯了我半赏 甩袖而去 太子妃安排吧 给太子那妾这是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若是我直接安排人 怕是有结党营私之仪 所以 第二日一早 我就去了皇后的宫里 皇后赏了我一箱宝贝 还说什么我名是李时大体 当场就点了两个官员的女儿进东宫 皇后说 裴景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 东宫多些人帮我也好 到时候 无论哪个侍妾生了皇子 都养在我膝下 新人进门那晚 我特地让齐嬷嬷给两位新人送了两坛好酒 齐嬷嬷回来说 裴景今日准备宿在陈宝林哪 我坐在长廊百无聊赖地看月亮 陈宝林的爹是跳骑将军 对裴景可是大大的注意 齐嬷嬷许是瞧着我奄奄的 张口安慰了我两句 我拦住了齐嬷嬷的话 嬷嬷不必忧心 其实我知道我身份低微 早晚有一日殿下会立他人为太子妃 我只希望到时候不要祸及家人 齐嬷嬷大大的叹了口气 摇着头给我披了件披风 陈宝林来给我敬茶的时候 眼下是枝粉也遮不住的清倦 我满心酸涩地让陈宝林起身快回冬院休息 有什么需要的跟其磨磨张口 一连几日 裴景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连春日宴坐在我身边的时候都感觉裴景冷得像根冰柱 我觉得他有病 他要那妾也那了 该给的赏也赏了 天天这副脸色给谁看 我翻了个白眼 坐得离裴景远了些 席间裴景点了表哥的名 说要给表哥保个大美 为了表哥的幸福 我不顾脸面地扯扯裴景的衣袖 凑在裴景耳边低语 我表哥喜欢李部侍郎的嫡次女王寒之 裴景愣了半嗓 突然笑得清风明月 孤听太子妃说 林家表哥心意李部侍郎家嫡次女许久 孤给两位保个眉 不知林大人意下如何 表哥欢喜起身 跪地行礼 趁着没人注意 还偷偷对我眨了眨眼睛 我朝着表哥仰了仰下巴 表示小事一桩 裴景蹭了两下坐到我身旁 还体贴地给我加了两筷子菜 我瞧着盘中的余妇 不禁感慨 这人一天天喜怒无常 整个东宫一改往日的冷冰冰 齐嬷嬷也说 感觉最近裴景心情不错 让我抓住机会生个小殿下 我哪敢跟齐嬷嬷说我偷摸吃婢子药呢 如今朝堂不稳 我这太子妃之位更是不稳 若是有孕 岂不是我的催命符 好日子没过了几天 裴景又冷着一张脸进了院子 我心慌得长草 我最近犯错了吗 我爹最近犯错了吗 我家门房老叔最近犯错了吗 裴景坐在软椅上 沉声道 冬院的陈宝林有孕了 我看着裴景的脸色 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只得问道 那臣妾多给陈宝林安排些人手 要不臣妾亲自照顾陈宝林 他咬紧了牙 我从未碰过陈宝林 你塞进来的阴阴厌厌 孤一个都没碰过 我眼睛瞪得更大了 什么意思 他不行 等等 他不行的话 陈宝林怎么有孕的 裴景伸手合上我张大的下巴 孤宿在冬院的那晚 没碰陈宝林 他睡在地上的 可今日太医请庭安麦 说陈宝林已有月余的身孕了 我朝着裴景头顶笔划两下 他给殿下戴绿帽子了 我小板凳瓜子茶水呢 蒙住了 眼下哪是吃瓜的时候啊 这是有些棘手 若是没有证据贸然处理了 怕有人说我残害黄寺 若是不处理生下来就污了黄家血脉 而且裴景还需要陈家支持 与陈家撕破脸总归是不好 我抬头问裴景 殿下准备如何处理 裴景俯身 捏住了我的下巴 皱眉道 姑刚说了 姑从未碰过那些女人 我一脸酝怒地扒拉开裴景 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没有用的 裴景见我满脸怒气 又变了脸 弯着眼睛问我 将知 你生气了 姑还以为你是个泥人 想怎么捏怎么捏呢 头一回见 被人戴了绿帽子 还这么开心的 我推开往我身边凑的裴景 我先让齐嬷嬷在东苑暗中插些人手 陈宝林若是有孕 必会想法子通知肩夫 最好能抓个现行 这样处理起来 也有理有据 不至于让陈家抓住画饼 裴景满目笑意 你看着安排 若是有事拿不准 就去寻圣师爷 冬院一连数日都静得反常 在我第十五次扒冬院的墙头 正巧碰到了进门的裴景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诡异 裴景心虚地朝我挥了挥手 他心虚什么 我又不是来捉奸的 我手一挥 表示您先忙后 就回了千花院 百无聊赖地翻书 看得迷迷糊糊 准备吹灯睡觉时 裴景脸色潮红 晃晃悠悠地进来了 我忙起身扶着裴景 裴景拉过我的手放在他滚烫的额头 以你的换我 吱吱 吱吱 裴景的声音像是一道闪电爬过几倍 引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疼出手 给裴景倒了杯冷茶 吱吱 我好像被下药了 裴景哑着声音回道 还想要一杯 陈宝林这么大胆子 敢给你下药 我瞪大了眼睛 反应了一会 他 他想把肚子里的孩子栽到你头上 裴景的脸跟煮红的蟹子一样 身臂一拦 将我压在身下 将至 可以吗 我 我 我当然行 我太子妃呀 舍我起水呀 我义愤填膺地点点头 闭紧了双眼 裴景灼热的气息 撒在我的眉间 等了半晌 裴景都没有动作 我睁开一只眼 推了推裴景 可谁知 裴景已经晕死过去了 我一阵心慌 安置好裴景后 盲命人去请太医 加急禀报地后 皇帝派了太医院 数位太医来医治 太医们诊完脉 都说裴景是中了毒 我盲命其嬷嬷 派人去严审东院的人 太医们匆匆忙忙给裴景枕脉灌摇 裴景断断续续又吐了两日 后面隐隐带了些血丝 我看着一脸惨白的裴景 忍不住碎碎念 小时候 我娘就是被家里有孕的姨娘毒死的 从那以后 我爹一个人拉扯着我长大 本以为将我嫁个清流人家 安安稳稳度日 没想到被指婚嫁给了你 心惊胆战地过日子 我伸手扒拉裴景的长睫毛 其实你也是个可怜人 你爹给三皇子挑的皇子妃是丞相家嫡女 道你这就是个欺品检讨的女儿 没权没事还没钱 冷汗划过额间 我哆嗦着起身 慌忙让人去寻圣师爷 我秉退众人 犹豫开口 圣师爷 三皇子那边可有什么异动 圣师爷醋眉 太子妃为何问起三皇子来了 前几日 陈宝林曾命人 给我送来了一筐羊菠萝 这东西京城少有 只有义郡以南 才产这种果子 我声音嘶哑 前些日子 三皇子是不是去丹阳巡查了 丹阳离义郡只半时辰的车程 我犹豫着开口 许事我多想 可两天了 殿下都没能睁眼 太子妃心系 我先去调动太子暗卫守住千花阁 圣师爷私存片刻 姿势体大 太子妃多一些也是好的 我惶惶点头 我明白 我已经派人去请皇后了 皇后赶来时 千花阁已经被重兵把守 之前的几位太医也被捆在了天殿 皇后带来的太医给裴景诊完脉后 跪了一地 说什么之前都是治标不治本 耽搁久了 余毒未清 只能下猛药试试看 若是不行 裴景怕是要一辈子躺在病榻 齐嬷嬷也匆匆进殿 娘娘 陈宝林的贴身磨磨召了 她是陛下的人 陛下 我被吓得站在原地不知做何反应 陛下这是准备撕破脸了 一向温柔的皇后 拂袖将桌上的茶具都扫在地上 皇帝真是好样的 连我都瞒住了 怪不得这几日她屡屡寻本宫的错处 她是要本宫的景儿死给她的三皇子铺路 皇后冷着脸让太医们尽全力 转身握住我的手 好孩子 幸亏你发现得早 本宫得回宫稳住狗皇帝 景儿这就交给你了 本宫留下三十精兵 供你差钱 裴景喝了新配的药 狠狠地吐了三次 还被太医放了半盆的血 整个店内都萦绕着淡淡的血腥气 我太累了 踢了鞋躺在了裴景的身边 刚沾到枕头 就觉得浑身像是被石碾压过一般 酸疼 裴景 你若是撑不过来了 我是不是得给你殉葬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可怕黑得很 到时候 我怕是得丢下你 带着我爹偷摸跑路 去江水吧 江水四季如春 美男孩多 我大大的叹口气 可若是跑不掉怎么办呢 不用跑 若是孤死了 你会被封为王妃 月历照旧 啊 那太好了 我还以为 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看着裴景微颤的睫毛 高喊 来人 来人 殿下醒了 太医们一窝蜂地涌进来 说醒了就好 药效可以减半 需要静养几日 裴景伸手握住我的指尖 芝芝 你给姑唱个歌吧 姑睡不着 殿下 臣妾不太会唱歌 我困得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 我给殿下背个诗吧 芝芝 你怎么还没学会唱歌 我姜头埋在松软的枕头里 昏昏欲睡 殿下怎么知道 你少时随你爹来汉林院 曾带着姑玩过家酒 说姑是你相公 让姑吃你拿草做的饭 我隐隐约约想起来 我娘死得早 府里就一个瞎眼的嬷嬷 我爹不放心 就把我带在身边 我瞌睡重醒了大半 师探问道 小胖哥哥 裴景笑着点头 姑吃了你手里的草 当晚就高烧不止 所以不是故意第二天没去找你玩的 吃了我的草 发了高烧 我就说待着没事 让我唱什么歌呀 人还没好呢 就开始翻旧账了 我先被旧要往地上跪 生怕跪得迟了 我爹脑袋就搬家了 臣妾真的不知道那是殿下呀 若是臣妾知道怎么敢喂草给殿下吃啊 裴景身地将我孤在怀中 怕什么 孤又不会吃了你 孤就是想问问你后来怎么不来汉林院了 我叹了一口气 我爹后来被罚了半年俸禄 宫里的内侍说我冲撞了贵人 裴景闷笑了一声 这是应该是我的错 我把你送我的庇护 放在我父皇床上了 腰瘦了 陛下不会因为这事连我一起杀吧 裴景笑得开怀 转身将头埋在我的颈尖 不明不白地说了句 嫁给孤委屈你了 一连几日 裴景都窝在东宫养身体 对外仍旧宣称 太子未醒 性命垂危 我坐在裴景身旁翻游记 忍不住道 你父皇也是狠心 这都多少日了 都未曾派人来问问 我爹都写了好几封信 问你如何了 裴景苍白着一张脸 可怜兮兮地靠在我肩上 还望月丈垂怜 我择了两声摇摇头 我爹还望你垂怜 别砍他脑袋呢 芝芝 你可知 裴景话未说完 皇后身边的层内是匆匆静电 在裴景耳边 不知说了些什么 我瞧着裴景紧锁的眉头 心口又开始止不住地跳 父皇病重 我得进宫一趟 裴景父在我耳边滴雨 母后那边出手了 你留在东宫 有人会护着你 这等心秘也跟我说 裴景不会想让我背锅吧 可手比脑子快了一步 我抓住裴景的手腕 轻声嘱咐 万事当心 保命为上 裴景离开时命人紧关东宫大门 进军立在东宫城墙下 持枪助力 夜黑如墨 满殿寂静 落针可闻 只有灯苗在脸上跃动 齐嬷嬷匆忙进殿 面色慌张 太子妃 三皇子的人把东宫围了 说陛下大宪将至要太子妃进宫 殿下可有传信回来 齐嬷嬷摇摇头 未曾 那就不去 三皇子怎会知道我没随殿下进宫 我私存片刻 沉声道 去告诉外面的人 前些日子 我依不解代地照顾太子染了风寒 岂不来床 太子妃的意思是 三皇子要抓太子妃 去要挟太子 外面是什么情形我也不知 线下我们在东宫才是最安全的 贸然去秦政殿 怕拖了殿下的后腿 我挑了下灯芯 命人把东宫的门阀 再用铁锁锁起来 顺便把锁眼堵死 太子妃 他们放火箭进院 陪景留下的侍卫进殿禀道 太子妃要不要避一地 这么看 三皇子怕是穷途末路 要拼死一搏 去后院让纪宝林也把门锁好 别闹出人命 我努力安定两分 我曾给殿下绣的荷包呢 太人从东宫矮墙的狗洞出去 送到林家林鱼手里 我表哥认得我的秀宫 告诉他去兵部调人 就说三皇子返了 要趁此机会诛杀陛下太子 兵书尚书能来吗? 能 兵部尚书纪礼的女儿还在东宫 我曾在太子的书房扫见过殿下与纪礼往来的书信 我看着剑起的伙势 沉声道 前些日子 殿下大张旗鼓地给我表哥赐婚 祭礼任的我表哥 刀剑打斗声 夹杂着惨叫 回荡在整个东宫 人心惶惶 我俯着手中的书 久久没有翻页 太子妃 前面传话说外面围我们的人都被擒住了 齐嬷嬷一改往日沉稳 喜极而泣 太子殿下回来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戾气 我拎起衣裙朝着前院一路小跑 殿下 门锁坏了 大门被铁锁锁了 进不去啊 忘了 我命人把锁眼堵死了 我瞧着墙边的木墩 准备借力翻墙 就瞧着裴景一条腿搭在墙上 居高临下看着我 那个 那个 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 我仰头瞧着裴景伸出双手 满面春风 殿下跳吧 臣妾接着您 我瞧着裴景的黑脸 没忍住随众人一同笑出声来 这一夜终于安定了 东宫外院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忍不住扎舌 这得花多少银子修善啊 裴景一脸神秘地说 东宫慢慢修吧 多亏了我 陛下已经下旨让裴景继位 陛下去做太上皇 修养身体了 我满脸惊讶 我什么也没做呀 裴景悠长地叹了口气 若不是昨夜祭礼跟你表哥待人感到 我母后怕是要被三皇子挟持来威胁姑了 我依旧迷茫 那跟陛下善位有什么关系 裴景八卦地凑在我耳边 我母后一气之下 拿着刀压着我父皇写的圣旨 此刻我脸上写满了崇敬 皇后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裴景正了脸色 嗨嗨 姑准备你只立太子妃为后 丰厚大典同姑地登基大典一天半了 升官升得太快了 我飘飘然开口问道 那殿下不会哪日随便寻个罪名安我脑袋上 抄我家吧 你为何如此想 我爹七品检讨 对陛下没有任何注意呀 我满脸认真 陛下若是有朝一日厌弃了臣妾 能不能不祸及家人 裴景伸手抚摸我的额发 一手指天 朕今日向你立誓 若朕今后复了你 就叫我万劫不复 为天下人所唾弃 我慌忙去掩他的嘴 呸呸呸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裴景一言呸了两声 我输了口气 若是你敢对我不好 我就让我爹偷偷写你坏话 流传百事 裴景牵着我的手 笑得春意盎然 走喽 今后都是好日子了 我戳了戳裴景 能不能偷摸开心 让别人看见 怕是得狠狠参你一本 做皇后的日子 与做太子妃的日子 没什么不同 细想的话 其实比在东宫还要自有两分 闲来无事我带着齐嬷嬷回东宫寻几本游记 东宫书房已经被整理得差不多了 我在店里转来转去 想到了给裴景秀荷包的日子 笑着跟齐嬷嬷说 陛下带着那个荷包不知被多少人笑话过 齐嬷嬷也笑着摇头 可见殿下对娘娘真心实意 我看着书架上大半的游记 万千柔情 我一手扒着架上的花瓶 一手去拿架顶的书 架后微不可查地响了一声 我伸手朝着架后摸去 是个暗阁 从暗阁里摸出一达书信 一封封书信上 写了少时曾去过哪里 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困难 整理出来 怕是能写成传记 我看着最后一封信上我表哥名字被画了大大的一个圈 笑了出声 齐嬷嬷心惊胆战地瞧着我 要不要把信带回宫给陛下 不用 我将信塞回原处 是陛下给本宫写的情书 既然陛下不愿我知道 就把他们留着吧 因着那厚厚的一达书信 我对陛景更体贴入微 可陛景脑子仿佛被饕馅啃了 日日有事没事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今日说无趣 明日说做皇帝太累 后日说人生苦短 我日夜好言哄劝 直到陛景将一落奏折摆到我的眼前 满脸嘚瑟 皇后啊 这些都是催朕选妃的奏折呀 朕都留住未回呀 陛下想选妃 我抬眼瞄了一眼 臣妾听说陛下有个表妹 思慕陛下许久 不如接近宫里 陛景瞧我冷了脸 干咳两声 朕平日里最烦什么表哥表妹的了 表哥表妹 所以说 陛下当时要那 妾是因为吃了臣妾表哥的醋 朕 朕哪能 陛景手忙脚乱地捧起奏折 朕 朕是那样的人吗 朕不能 我笑眼弯弯地瞧着陛景 那陛下为何在密信上把我表哥的名字圈起来了 陛景脸上染了一大片红霞 你 你 你瞧见那些密信了 陛下呀 臣妾这个人有两点好 一是会审时度势 二是会恃宠而骄 臣家给陛下戴绿帽的女儿 我已经送回去了 季家的女儿昨日求了臣妾说自己有心上人 臣妾封了郡主送出宫了 我吹灭了殿内的火烛 柔声道 陛下若是祥选妃 等臣妾无所出吧 陛景眯起眸子将奏折甩一地将我打横抱起 为了陛家江山社稷千古流传 皇后的提议震准了 陛景刚把我放在床上 曾内侍匆匆来报 说太上皇用完晚善人不知为何一口气背了过去 醒来后人就疯癫了 连话都说不出 陛景看了看怀里的我 扬声道 朕稍后去瞧瞧 我心虚地对上陛景的眼睛 耸了耸肩 就一点点翻幕了 谁让你爹成了太上皇也不安稳 贼心不死 派人在你跟母后的药膳里下毒 知知 我父皇曾说你秀外惠中 堪为太子妃 我手搭在陛景的肩上 笑意盎然 不负父皇所望 甚至更上一层楼 翻外 陪景 我少时总是不懂为何无论我多努力上进 父皇都不喜欢我 还经常把属于我的东西给贤妃所出的三皇子 很多人嚼舌根说这太子之位终有一日也是三弟的 母后说因为他是借着家事占了父皇心爱女子的后卫 但只要外祖一家不倒 我的太子之位就不会动摇 除了母后 整个皇宫都没有人愿意同我说话 只因为父皇明里暗里地表示他厌疾了我与母后 宫里人审时多事 自然没有人同我玩 可六岁的江之除外 许是他不知道这深宫水深 他拉着我过家酒 带我爬树斋逃 下地掘蚂蚁 为了跟江之晚 我总是点灯苦学到半夜 太傅瞧着我未曾耽误学业 叹着气让我多出去同江之晚 后来我拿着江之送我的壁虎放在了父皇的床上 我就再也没有从汉林院见过江之的身影 我曾让人暗地里留意江之 我知道了他十二岁便开始游历各地 他去了新政 蜀都 宛城等地 他自由地像一只鸟 我派人保护他 暗中替他解决麻烦 让他无忧无虑地替我去看外面的天地 江之十六岁那年回京后 暗卫禀报说江之他爹要把江之嫁给他林表哥 林家乱七八糟 祖父把权 祖母蛮横 父亲软弱 一圈歹笋指出了林鱼一颗好竹 江之嫁过去定是会备受搓磨 我翻遍了京中士林男子 我觉得他们都配不上江之 所以 父皇要为我选太子妃时 我故意将江之的画像放在一旁 转头在众臣家的女儿里挑来捡去 父皇忌惮我外祖家的权势 也怕我分权 直接定了家事微薄的江之 父皇说 江家女儿江之秀外惠中 敬老尊贤 与我定是良配 可父皇不知道 江之可不秀外惠中 他缜密细致且护短 宫变后 父皇成了太上皇被困在贤罗宫 吃傻到老 父皇怕事到死都不知道这是江之的手笔 想必当年赐婚的时候 父皇没想到江之是如此的秀外惠中吧 姓燕十五年 江之翻遍了藏书阁大半的游记后 偷摸溜出宫去了甘笼 我总觉得这四方的天地委屈了江之 可看着江之留下的密信 我才恍然大悟这四方宫墙委屈的是我 哦!还有站在我身旁啃手求报的三岁太子 番外 裴锦 我父皇后宫只有我母后一人 所以我三岁就被封为太子 每每有人说要我父皇广纳后宫 我父皇就愁眉苦脸 说做太子时曾被人戴了绿帽子 如今心里还有阴影 能生下太子就不错了 望重倾家不要再提了 众臣看我父皇这面行不通 就改走我母后这条路 笑话 我父皇都不知道我母后在哪 这群朝廷命妇就能找到我母后了 可年官将至 母后总要回宫的 一群命妇围住我母后 话里话外指责我母后善度 不能执掌东宫为我父皇分忧 我母后一听 觉得言之有理 当即点了两个文官家女儿入宫 年后带着二人随我母后 还有外祖一起游历山川 见各地的风土人情 年尾回京十二人均已寻到良缘 并恳求了我母后赐婚 从那以后 世家都不再提让我父皇广纳后宫仪式 生怕我母后再把人带走 养野了再送回来 美好的日子 从我过完十三岁生辰 戛然而止 我成了留守儿童 父皇留信说 到了我独党一面的时候 他要陪我母后去桥河看海 以防万一特地将我外祖留给了我 我哭着扎进外祖父的怀里 外祖父 他们嫌弃你 翻外 降爹 我儿男啊 家里没权没势 还被陛下指婚给了太子 不得被吃人的后宫 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啊 早知道就让我的芝芝早点嫁人了呀 娘子 为夫对不起你啊 没保护好芝芝 呜呜 也怪我不争气 干了半辈子还是个汉林院检讨 可那汉林院的官也太难生了呀 都是我没用 我要是个丞相 估计就没人敢娶芝芝了 什么丞相的女儿也嫁给皇家的三皇子了 哎呀 那三皇子还不如太子呢 为了能让芝芝在东宫站稳脚跟 我连夜将压箱底的燕台都翻了出来 门房老叔挠头说谁家小女子嫁人抬十几箱端燕去付家的呀 我拍了门房老叔一脑门 动什么 这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宝贝们呢 百两一块 极具收藏价值呀 门房老叔瞪大了眼睛 说什么 难怪府里如此倾庭 门拴住了 都没钱换 支支嫁人前 特地嘱咐我要谨言慎行 别让人抓到把柄抄了家 我点头 放心吧 爹明白 咱爷俩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爹今后修转的时候定仔仔细细检查 保证不出一个错别字 我看着支支头也不回地嫁进东宫 替似横流 身宫水深 苦了我儿啊 太子中毒生死难料的时候 我两眼都快哭瞎了 求神明大仙各路神佛保佑太子早点醒啊 不然我儿年纪轻轻手寡 可咋办呢 那太子死了 我儿不用陪葬吧 呜呜 命苦 后来林家侄子传信给我说三皇子逼宫不成反被诛杀 陛下寒心至极 直接给太子让位 自己做了太上皇 以养天年 等等 什么意思 我儿成皇后了 我儿 蔡蔡 唠唠 爹想干六品修转 来养地 我儿 吃边 咬 咬 我去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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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